大家好,欢迎来到伊斯轻松频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赞好,分享,和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现在我们穿梭中港两地 宵闲娱乐,吃喝玩乐 在内地使用电子支付已经很普及了 而大部分的内地商户 现在接受WeChat Pay香港和香港支付宝付款 现在我们在内地消费是很方便的 WeChat Pay香港和香港支付宝的港币钱包 港币付款是无需换惠的 现在在香港电子支付都越来越普及了 超级市场的自作付款 快餐店的自作点餐 餐厅自作极像 都可以用电子支付的 在上集我们示范过安装香港支付宝的 今集我们示范安装ReChat 首先手机开开开Paris商店 点按搜寻 输入微信 就找到微信香港了 要点按微信香港了 点按VChat国际 在ス以外 … том后,点… 点按开啓 早上,点按开啓 如果是新用户 要点按注册 点按使用手机号码注册 輸入自己選擇的稱號 再輸入手機號碼 還輸入自己選擇的登入密碼 有需要時點按及遇到V7服務條款 同意了,點按同意並繼續 還要遇到V7私隱政策 同意的點按下一步 註冊需要安全驗證 點按去驗證 依次點擊顯示的數字和字母 然後點按確定 手機顯示驗證成功 接著選擇註冊安全驗證方式 點按邀請用戶用微信數碼 手機顯示二維碼 邀請合乎列明條件的親友 幫助完成註冊 邀請的親友使用自己手機開啟Vchat 親友使用掃描功能 掃描手機的二維碼 親友的手機顯示輔助好友註冊帳戶 親友點按確認 親友的手機顯示協助成功 而自己的手機也顯示已通過驗證 還要點按繼續註冊 現在等我接收驗證碼的短訊 收到驗證碼短訊 就輸入驗證碼 點按下一步 要再次安全驗證 拖廣費完成拼圖 手機顯示驗證成功 手機顯示號碼已綁定帳戶 如果登入的帳戶是對的 點按是我的 立即登入 手機顯示Vchat所需的同意 同意的點按下一步 手機顯示最後的修訂服務條款 同意的點按下一步 手機再顯示最新的更新私隱政策 同意的點按完成 允許Vchat傳送通知 點按允許 選擇啟用Vchat服務 再點按下一步 授權啟用Vchat服務 點按同意並啟用 需要設定一些權限的 點按立即設定 停止優化電池使用量 點按允許 設定智形大小 點按暫不設定 現在成功登入Vchat了 點按我 點按服務 點按餘額 點按餘額 餘額是沒有錢的 點按增值 手機顯示餘額增值方式 再點按門店現金增值 slapped出甚至每一張戶 管理貨… 点按我 点按服务 点按余额 点按增值 点按门市现金增值 手机显示增值以为码 矯库需要增值的现金 向电源展示增值的以为码 点完素描以为码 看看手机显示增值成功 还有一个步骤 要设置付款码 在你的手机长按recheck图标 手机就会显示出选单 点按收付款 选择设置支付码码的方式 点按验证手机号码设定码码 现在输入手机号码 再点按发送验证码 收到验证码的短信 要输入这个验证码了 点按提交 还要输入电子电邮 还要输入电子电邮 点按下一步 要复合你的电子电邮 对的点按确认正确 现在可以设定你自己选择的护盘密码 安装设定recheck 是有点麻烦的 其实只需要做一次 完成之后使用recheckplay是很方便的 现在我们示范用recheckplay付款 我们在快餐店点选完餐了 长按recheck图标开启选择 点按收付款 第一次用的要开启付款功能 要输入你自己的付款密码 手机话这么快就显示付款二维码了 向着收购机扫描二维码 成功付款了 多快方便 接着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我们都是选择自作付款 都是选择recheckplay付款了 都是长按recheck图标开启选择 点按收付款 不用输入付款密码了 手机立刻显示付款二维码了 向着自作机扫描二维码 成功付款快捷方便 现在大部分内地商户 都接受recheckplay香港 如果你在内地只使用原价付款 必须成功完成身份认证 方法简单容易 都是做一次 手机开启开启选择 点按我 点按服务 点按右上角的三点 点按支付管理 再点按身份认证 要输入付款 要输入付款密码 然后点按提交 选择香港身份证类型 要输入付款 找他拍照 点按使用应用程式 医指示完成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 需要几天批核 需要提早几天做 这个身份认证 这个身份认证 只需要做一次 成功的可以查阅自己的身份资料 之后到内地时 就可以使用recheckplay香港付款 在内地消费时 帐单是人民币金额 平台即时以当时的汇率 兑换成港币 就在你的预压中靠港币 recheck除了支付功能 还有通讯和小程式的功能 需要补充一点 手机需要有流动数据 今集到此为止 喜欢这条影片的 请给个like 分享 和免费订阅 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